大家好,我是開心果斑的黃偉者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陶太郎 昨天有一對老爺爺和老婆婆 住在一個小河邊 老婆婆說 今天要把這老衣服洗乾淨 他們就把這老衣服洗乾淨 老爺爺也在他們洗 突然有一個桃子滾下來 老婆婆和老爺說 要把這個桃子撈起來 再回家 把它撥開 然後 老婆婆和老爺 一回家就把桃子撥開了 結果掉出來了 一個小男孩 他的名字叫 陶太郎 一天一天過去 陶太郎的 陶太郎怎麼越來越高 而且地區越來越大 有一批 妖怪來養 食物 陶太郎 一定要把那個妖怪 把東西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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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和阿嬤給他三個份 小白狗 他看到小白狗 他看到小白狗 慘住了 他一定要去救 小白狗 一起去打妖怪 又走了沒多久 一到公雞和猴子的這裡 淘汰來了 去救他們 走了沒多久 就到 妖怪的家 你們這個小姑娘還敢來打我 淘汰啊 小白狗 在緊緊 咬住的妖怪的女 頭子緊緊在住的妖怪的手 而且不放開 小雞一直說 超快的女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表演了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表演了